大家好,猪顶红在养护的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我们在把猪顶红栽种好之后 应该如何做好这个水肥管理呢 首先我们说水 那么猪顶红我们在栽种的时候呢 最好用潮土栽种 这样呢更有利于发根 那么潮土栽种等到盆土干了之后 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后期呢我们每次浇水都是干透浇透就可以了 这样呢既能够避免肿球腐烂 又能够补充植株充足的水分促进生长 那么说了水我们再来说肥 猪顶红在栽种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给它在盆土里面垫上底肥 底肥呢用羊分或者是芝麻饼肥都可以 那么在添加底肥之后呢 我们在栽种之后不要给它用肥 一直等到它的心叶长出之前呢 我们都不要再给它追肥了 等到心叶开始长出 那么植株呢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它追溼一点这种 球根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专门为猪顶红这种球根植物配置的 它的这个营养元素的更加适合这个球根植物 可以让这个种球啊养得更壮 我们每次施肥的时候啊 对水稀释1000倍 给猪顶红啊一个月呢 使用两到三次就足够了 这样在水肥管理得当的情况下 猪顶红啊它的种球呢 才能够养得更壮 植株后期才更容易开花 当然了养护环境还有土壤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